哼什么哼 你要哼什么哼 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是苗姐 我家这个小白狗刚才又哼哼唧唧的 要准备下午这一趟的遛狗旅程了 但是我现在不能去遛它 因为呢我们晚上准备包包子 我不会包 我妈说她待会儿过来给我包 妈现在这会儿去打牌去了 但是呢我就想我提前要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 把菜啊该洗洗出来 肉啊该嚼嚼出来 所以现在我就要开始准备了 已经把菜给摘出来了 四季豆的包子 哎呀这小葱切得我流泪 太感动了 我咋这么笨呢 我就是不会包包子的 大家看我把四季豆放到这边搅回一下 对的吧 妈 你睡还没睡 没睡着吗 我咋个水坐着 把汗子拿 把妹妹关掉 关了个汗啊 关了 把那我们三个人一人一个屋 本来我妈说今天会来给我包包子的哈 我把馅儿什么都准备好了 结果我妈快七点了才回来 从前呢拿了个那个蒸锅回来 然后算了我就先搞了点小菜 我们俩吃了 吃了以后呢 然后大家就各睡各的了 我妈现在锅里还发着面呢 他说那个啥可能要搞到11点钟 起来看看面发的什么样 发的好呢 如果有精力他就包 不好呢 就明天包 还有一个今天我去打那个新冠疫苗 我们这个地方 我跟我妈两个去的 我妈说已经放了75岁都可以打 我妈70了也跑去跟我一起打了一个医院 然后现在打了以后就是这边胳膊 就是打的那个针眼肯定有点疼 别的倒没啥 然后回来我就没闲着 还在整这玩意 因为我这这玩意就插瘦个边了 瘦个边就完事了 你看我不闲着 虽然也没啥意 一人睡一个屋呢 互不打扰 因为我要录视频你知道吗 我录视频我要说话 我老朋友不让我说 所以我只有到这边屋来录 我这两天压根就没录啥 没什么东西可录你知道吗 也不想干活 所以就只有今天晚上 录个落科的视频 我不是有个东西准备写了吗 准备有个东西准备参赛 准备写 然后呢我就想写一写 我爸我妈年轻的时候 然后建设农场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奋斗的 想写那方面的知识 我刚才过去 带着这个东西过去 找我妈采访去了 问一下种地怎么种啊 什么骨子是怎么种的啊 那个秧是怎么叉的啊 什么什么的 我感觉我和我妈不在一个频道上 我妈说的还不耐烦呢 嫌我问东问西的 我这几天我就很少跟我姑娘联系 顶多就是晚上那个啥 晚上给她发个消息 问一下她今天怎么样 她这个月不是月底教考试了吗 考那个专八的考试 考专八的考试 然后就也挺重要的 所以我就不轻易去打搅她 让她好好复习 因为基本上我去 我联系她的时候 她都在图书馆 你知道吧 她应该自己知道努力 这孩子挺乖 就是啥呢 我姑娘她想读书 你知道吧 她想读研 想多读点书 主要是现在出来也比较盲目 大学毕业了直接出来 工作也比较忙 我还没想好自己要干啥 你知道吧 她想干翻译的话 她这个现在资历还不够 所以她就想多读一点 然后多取点字 啥的 为将来那个 为将来从事的事业 做好准备 同志们刚想跟你们唠嗑 然后手机提示 没电了 还剩20%电量 赶紧就在这边擦上 没看换了个镜头吗 换了个角度 然后呢 我想说啥 我就想说 你看我现在 我今天晚上本来 想陪我妈捞了磕 怕我妈一个人孤单吗 在那个地方 结果我妈她都睡了一觉了 然后说我把她给叫醒了 然后你跟她捞磕 她也得烦你 你知道吧 她嫌你闻懂闻习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 跟我妈好像 相处气场不对 你知道吧 不知道怎么那个傻她 她跟我姐就喝得来 跟我姐那个脾气 就特别喝得来 我姐那人 哎呀妈呀 你真漂亮啊 我妈是我们家最漂亮 我姐嘴巴可甜了 可会哄人了 你知道 所以我妈最喜欢我姐 然后我就硬邦邦的 我就不会哄人 然后说话还不好听 老教育人 我妈最烦我 你知道吧 我妹比较乖 我妹是 我妈我爸说啥 他们就是啥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真的 别人说 龙生九指各有不同 这五个指头生出来 还不一样奇呢 不是说不爱谁 他总是有偏爱的 因为性格合得来呢 他就 他就开心一些 在一起说话 干事是吧 性格合不来的呢 他就不开心 你知道吧 所以 反正这个 这个也挺奇妙的 所以有些人 他就 他就那个啥 他就介意 都是一个妈生的 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 我从来不生气 我觉得只是性格不同 我觉得父母的爱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只是性格不同 他跟某些性格合得来 他们就多站在一起 合不来呢 就少说点话 也无所谓的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 我小的时候 我妈就特爱逗我 说我是垃圾桶捡来的 说我特调皮啊 什么之类的 不听话 什么的 然后老是我是垃圾桶捡来的 跟他们不一样 然后我爸 我爸就说 我说了几十年了 我爸那回还说呢 先 叫我妈不要说了 说孩子都要当真了 生气了 什么什么的 我说哎呀 后来我妈讲给我听 我说哎呀 我爸心特软 你知道吗 特慈善 什么时候让别人受到伤害了 我说哎呀 不会的 我的妈 我说我知道你兜兜玩 我玩呢 我跟我爸长这么像 怎么可能是捡来的呢 这一点判断还没有啊 是不是 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人多大呀 在父母眼里 他都是孩子 我妈那个人性格 大大咧咧的 然后呢 说话比较直接 你知道吧 我们也 那也不往心里去吧 同志们 你看我吃的这玩意 我也不干啥 我也不知道干啥 也可以当茶盖子 是吧 也可以那个什么 铺的那个当餐垫 餐垫有点可惜了 这个白的 是纯粘线的 白的整张也不好洗 就是容易整到油啥的 所以就是 其实上就是铺的好看 好玩的 放个茶杯啊啥的 是吧 要不止埋它了 勾这个挺非劲的 特费时间 我这勾的有几天了呢 我准备勾完了 把它放在那个鞋子台上 鞋子台那个底 鞋子台是黑色的嘛 就是片深咖啡色的那种 铺的上面那个底子好看一些 才能把这个白色的花称出来 反正 并不说我需要这个东西 我干好多东西 好多头 并不说我需要这个东西 只是我的手不能闲着 老想找点事干 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一家人不是在一起吃饭吗 又到餐口了 我们家人老是聚在一起 一般都是我姐结账 我姐知道我 她比我们那个啥宽裕一些 我姐结账 然后吃了个便饭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聊到我爸 聊了挺多我爸 我妈以前的事 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就想 昨天都挺感动的 觉得就是 我们家虽然不富 不富裕 不是大富大贵那种家庭 但是父母 他用他很单薄的身体 是吧 用他的那个单薄的手上 替我们撑起了一片天 撑起了一个家 从来没说让我们从小到大受到伤害 是吧 心理上受到伤害 我父母从来就是挺和睦的 这一辈子婚姻走过来 挺和睦的 从来没说像别人父母 要去离婚啊什么什么的 感情上有那个裂痕啊 然后导致家里的气压很低 是吧 孩子啊都担惊受怕的成长中 像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 我都挺了解的 那种离异家庭 气氛特别 特别压抑 你知道吧 所以 然后在我们看来呢 就挺感激我父母的 挺感激我父母 觉得父母虽然没给我们 大富大贵的生活 但是给了我们一个 挺温暖的一个家 一直相伴我们四十多年 觉得真的挺感谢的 我觉得这是父母 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然后让我们童年充满了欢乐 现在回想起来的童年 都是快乐的事情 从来没有觉得受到伤害那样的 我们的童年的回忆里面都是阳光 都是都是吃的 都是玩 都是开心 都是这些 都是快乐的回忆 这真的是挺感谢父母的 不是每个父母都能做到 是吧 有些父母他挣在赌的钱 他其实不能给孩子温暖 不能给孩子一个挺稳定的家 只是在经济物质上的那个满足 要不然变形劲里面 怎么这么多那个叛逆的小孩呢 就是父母就只顾着挣钱去了 对孩子陪伴了 情感陪伴了 情感建立 都欠缺 所以才产生这种问题小孩 所以我觉得我父母在这方面 做的真的是挺伟大的 现在想起来 童子们够完了 然后发现最后一针错了 最后一针错了呢 我一拆呢 假如要精益求精益 一拆就要拆一整圈 又费时间 算了 这花也复杂 看不出来 我把线断了一会儿 葡萄桌上去试一下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同志们看一下 这是线头 最后要收进去 好看吗 我就爱干这样的事 我不爱干厨房的活 不爱做饭 不爱琢磨做饭 爱干这样的事 爱干手工活 我甚至曾经想当一个木匠 这么摆当餐店 费劲了 这个当餐店还挺奢侈的 挺费劲的 你看我以前勾勒过这个 跟它在一起 这个是蕾丝的 也不叫蕾丝棉线 蕾丝棉线 手工是卖的挺贵的 你要在网上买一个 这玩的挺贵的 大几十 好不来 我自己会勾 就自己勾的玩 好看吧 我就是还可以勾一个 还有这么多线 看 还这么多线 其实我还可以勾一个 给这个门 勾个连头 但是我老红估计在烦 我给这个门勾个连头 是吧 美式的 乡村风格 好看是吧 放个杯子 看那边 你知道它有多大了吧 杯子也就这么大一点 搞着手 搞别 盖别的就糟蹋了 你知道吧 当批店都糟蹋了 当餐店的容易搞脏 就是摆着好看行 放起本书啊什么的 给妈抽个视频 今天没怎么管你 说鸡肉还没煮 说话不算数呢 我怕我晚上煮了 然后睡着了 你知道吧 危险 怕忘 先进行这叉 咦 舔啥屁股啊 我都给你洗过了 屁股都洗了吗 干吗 我批 Nut 每天 亏 我